中央宣布全國取消實聯制 但看看本土確診數字不斷在飆 那麼陳時中部長也預告二十八號 肯定單日破萬 但面對臺北市長柯文哲 預估 五月中臺北市單日會破五十萬 甚至將是軟性封城 那麼陳時中部長直接拿出數據回應 以各國染疫數座比較推廣的話 臺灣最高單日應該只有三十萬人而已 走到哪 掃到哪 實行將近一年的簡訊實聯制 中央宣布二十七號起正式說拜拜 宣布從今天起我們取消簡訊實聯制 那其余戴口罩相關的這些規定 都維持跟以往一樣 不用再主動掃條碼 但本土疫情根本還沒缺緩 確診案例天天創新高 就連阿中部長也坦言破萬就要來了 明天就過一萬了 也不用等那麼久 今天八八二二 昨天六千多成長了百分之三十幾 這樣的一情況 那明天就幾乎是一定過一萬的 破萬之日即將來臨 就怕一路失控飆高 拖垮醫療量能 尤其台北市市長柯文哲 預估北市五月中確診數 將破五十萬揚言 軟性封城 確實柯市長 那提出這樣的一個數目 確實也看起來也滿就是讓大家會滿不安心的 所以約列如果最多也是三十萬 所以要破這個這樣的一個世界紀錄 台灣是不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們必須要理性來看 一語製造恐慌城市中拿出實際數字來壓壓金 從各國人口數推估 美國將近三點三億人曾經最高約有一百三十到一百七十萬確診 韓國五千一百三十三萬人 約六十二到六十八萬人染疫 相比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城市中預估最高只有三十萬人感染 這裡柯市長的數字似乎還有段距離 必要政策調整為當前共存首要目標 恐怕不是數字帳面上喊喊 又回頭要軟封城 路柯市府想的那麼簡單 記者 綜合不道